三文士 越洛华小学庆祝农历新年 小学生收签名礼士 今天下午在三文士日落区越洛华小学 小学生就着上民族服饰 以舞蹈表演来庆祝新年 自从2018年加州签计了SB892法案 农历新年成为加州的特别之一 这个法案是加州参与员威善高赞舍 他今天也来到越洛华小学 和小学生共度农历新年 孩子们是很高兴的舞蹈员 他们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自从SB892法案生效之后 三文士联合后区就决定今年开始 在每年的大年初一 学生可以放一日假来庆祝新年 这样三文士意外的学校 有没有假放呢 这不是假期的 人们会从学校和工作 这是一个特别的意义 这就是每年初一年 每年都会在学校的学校 特别的意义 让人们明白为何新年是重要的 今年是朱年 小学生就画了上百幅珠的图画 并展示在礼堂上边 今天他们还穿上特别的服饰 表演满足舞蹈 跳完舞还有礼士收 他们收到礼士之后 还要威善高的针笔签名 圣诞节就有礼物收 而新年就有礼士收 那小学生到底喜欢谁 节日多一点呢 看来农历新年 都还是华人心目中 最重要的传统之一 天下卫士记者 雷剑甲部到